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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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里面一会就走了 我跟你这么说 你们就到十月一想好的时候 你们来 就在那树顶上 那还有那一团一团的 你今天不信的话 明天你们可以来 这个事你们当地周边的居民 有没有反应过 反应过反应 我跟你说 这有一个姓赵的老头 反应了四天 没用 我们了解到 北京市六环以内的河道 一共是有52条 总计长度550公里 按照北京市环保局 去年11月份的检测数据 北京市103个河段当中 列五类水质的河段达52个 除去9个无水的河段 北京市94个油水河段中 列五类水质占比高达了55.3% 而作为北京支流最多的北运河流域 48个河段中两个河段无水 其中39个河段属于列五类水质 占油水河段的84.7%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关随着记者 一起去看看北京东南的 萧太后河 以及南边的凉水河的情况 1月15号 记者跟随环保志愿者张翔 来到了位于北京东南四环 小五基村附近的萧太后河 狭窄的河道里水并不多 各种各样的垃圾都附着在河床 河边的排水管道一个接一个 无水伴随的垃圾直接排到了河里 河水也几乎变成了乳白色 散发出阵阵的恶臭 就是味的臭的 臭 顺着河道 记者发现越是往下游走 这条河看起来就越脏 在位于北京翠城小区旁的萧太后河段 这里的河水都变成了乳白色 一条满是垃圾的支流 正在朝萧太后河排放污水 这叫名副其实的垃圾河 还叫什么萧太后河现在 是吧 这里是位于北京南四环 大鸿门附近的凉水河段 冬季是枯水季节 河道里的水并不多 沿着凉水河往东 在这座桥的一侧 一个宽约四米的排水口 正在往凉水河排污 污水将河道一侧染成了黄色 记者发现 从我们出发地 一直往下游仅仅五六公里的距离 就有近十个排污口 越到下游 河水越脏 记者在北京市环保局网站上看到 截止到2012年11月份 北京市地表河流水质检测图显示 除了精密饮水取水域 北京五环内 几乎所有河流水质都不达标 其中温鱼河上段 北小河 萧泰后河 青河下段 以及凉水河 都是属于污染严重的V3类水质 列V3标准 就说明从整体来讲 污染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江文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化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水资源与水环境保护研究 江文来介绍 北京市河流污染的特点 是上游地区水质相对较好 经过程序后 水质变差 按河流的污染段和总长度比来计算的话 有近半数的河段受到污染 从整体情况来看 北京市的河流 河段污染程度 大概现在是将近50% 特别严重污染的呢 大概是占43%左右 基本上是一个这么的情况 根据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水质共分1 2 3 4 5 以及列五类六个类别 其中列五类又分为V1 V2 V3 V44类 一类水质最好 V4水质最差 江文来认为 北京河道污染主要还是来源于生活污水质排 按照行业惯例 四类水质就意味着水已经受到污染 列五类水质属于中度污染 不仅失去任何功能 还会对空气地下水 以及人体健康带来严重影响 因为排出去这些分辨还包括一定的那个病原体 这所以它的污染也是比较严重 一个方面它可能是对地下水造成一定的污染 因为它是通过水朝下渗透 这是一个 第二个它本身对空气造成一定的污染 它为什么水它能够造成空气造成污染呢 它主要是因为这些污染物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它产生的一些气体 你比如说主要成分就是硫化氢 氨气等等 这些东西然后它飘散到空气中 特别是这些污水之后排放之后 它可能造成蚊蚊大量产生 这样是对人体有影响 我们看到污染的氢核不仅影响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 而且河水里的重金属与化学化合物污染 对河道周边的土壤影响也是难以估量 而肖太后河和凉水河也沦为了污水河 地表水受到污染 势必会影响到地下水的安全 进而威胁到人体的健康 无论是我们的记者实地调查 还是环保部门的检测数据都在表明 北京河道污染的形势是十分的严峻了 那么这些污水究竟是从哪来的呢 记者来到了位于清河德昌桥附近的清河河道管理处 但是管理处工作人员蜿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发现就在清河管理处周边几百米的距离 就有多个排污口正在排污 记者随后来到了紧挨这些排污口的清源西里小区物业管理处 清源西里小区所在的居委会主任告诉记者 对于这里的排污情况他们也反映过好多年 具体是哪来的污水他们也不清楚 记者了解到正在排污的这个污水口在清河桥以北 行政管辖上属于海淀区 我们又来到了海淀区环保局 海淀区环保局工作人员 告诉我们他们了解到清河污染的问题 主要是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不够 尽管他们也曾经处罚过 但是排污的现状却一下子难以改变 说老实话 我们手里低了几百个亿 我们就给你砸钱让他弄 估计的事情能快点 没钱 你到那去管人去了 人说你凭什么管我 要不然你给漏了 你把它处理一下 你弄不了 你罚款啥的来呢 出不来 来那么高的罚款 你罚的他也不干 处理不了以后怎么办 那就是 就是同意他有一部分外话 那当然他有时间量 河道及污水处理都属于北京市水污局监管 经过近半个月的采访联系 记者采访到了北京市水污局排水管理处工程师傅朝臣 采访中傅朝臣承认 青河河道确实有污水直排的现象 而且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污水是从青河污水处理厂一流出来 有一部分水是超出了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 这部分水通过节流设施一流进入河道 影响到河道的水环境 傅朝臣告诉记者 北京属于水资源严重匮乏城市 绝大多数河流缺乏自然水源 流量不足 水体的自净能力比较差 这是北京河道的先天缺陷 但污染最直接的原因 还是污水处理能力的不足 河口数量的急剧增加 造成污水排放量增加 造成咱那个污水处理厂 建成的污水处理厂 满复合运行 甚至超复合运行 傅朝臣给记者算了笔账 比如清河污水处理厂的设计规模 是每天40万吨 但是实际上每天汇到污水处理厂的污水 平均在50万吨以上 也就是说 每天至少有十多万吨污水 没有经过处理 就直接排到了清河 而要算上没有并入市政排污管线的污水 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多 记者了解到 整个北京市污水处理缺口 每天至少在200万吨以上 那么既然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不够 为什么不及时扩建 或是多建几个污水处理厂呢 选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居民有一些个担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一个项目 从规划到跑完所有的前期手续 要进15个月的时间 你看规划部门 发改部门 国土部门 环保部门 这是 都是要 要经过审批的 你才能拿到所有的前期手续 然后咱们建设阶段呢 要 也要15个月 还有设备安装 对 就是整个这个周期呢 将近了三年 王灿发 北京市人大代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多年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 以及环境污染调查工作 他认为 北京污水处理能力的之后 事实上反映的是 城市管理和规划的之后 那你就是你规划做的不好 你做好规划 然后呢就说你这个建污水处理 你觉得这个不够用的了 污水处理 你得赶快打报告啊 你给这个发改委让他去协调啊 发改委协调不下来 有分管的市长啊 你得去做工作呀 你不能说我在这儿 我是管这个事的 我就看着这些污水在这儿横流 那你没履行职责 要你在这儿当这个领导干嘛呀 王灿发认为 无论如何 不能再走先污染后置里的老路 污染已成事实 就不能再任其发展 北京市应该用更大的决心 和更多的投入 去解决污染问题 环保的投入啊 不能低于GDP的2% 打到2%才能保持现状 如果打到2.5%到3% 才能够使环境有所改善 而我们北京市去年的GDP的 总量是1.78万亿 那么按照这个 如果按维持现状来讲 我们应该是356亿才对 我们的空气为什么雾霾这么严重 你没有投入啊 就去年的市财政 对环保的投入是30多亿 因为这个我当人民代表 我看他的那个市财政的那个统计了 才30多个亿 当然了 各个区限还有投入 但是我估计总总额不会超过356亿 北京是属于极度缺水的地区 为了解决水的问题 北京在处理污水和再生水利用方面 是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数据显示 目前北京市再生水利用达到了每年7亿吨的规模 占全市总用水量的19% 但即便如此 北京依然存在着规划落后 投入不足的问题 北京的水污染问题出路又在哪呢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河道污染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诸多河流是不堪重负 成为了臭气熏天的污水河 其主要原因就是 北京市的水污染处理能力严重不足 只能让河流成为了排污沟 而事实上 从2008年奥运会前几年开始 直到现在 北京市已经投入数百亿治理河道 在全国来讲 无论是规模还是资金投入都堪称是前列的 那么为什么北京的河道污染还会如此严重呢 江文来告诉记者 在奥运前 北京曾投入巨资 对数条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 在当时河流景观及水质也有所改观 但是最近几年 河道污染再次严重 为了宝奥运的时候 都进行了大面积的治理 后期对这个治理的程度 包括采取的力度都不如充钱 河道变得更漂亮一些 也确确实实变得是更漂亮 但是从它这个河道的这个水生态功能上来讲 并没有太多太大的改变 清河全长23.6公里 是北京市北部主要城市排水河道 公开的新闻报道显示 2006年11月 北京市投资6.4亿元 开始清河水环境整治二期工程 2007年底完工 报道说 届时京城北部将又为人们增添一处 健身 散步 休憩 细水的活动场所 环保志愿者张翔 以及周边居民告诉记者 经过那次整治之后 清河两边的人工景观确实漂亮了 但是一河臭水的现状却没有什么改变 2004年到2006年 北京市就曾投入4亿元 对凉水河进行整治 当时的新闻报道显示 凉水河治理采取先治理污水 后恢复生态的方案进行 目标是将凉水河建成 集形红 汛水 绿化 观光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绿色长廊 然而2009年6月 凉水河管理处主任田祈凡 却因科扣贪污河道整治工程款 1165万余元被送上法庭 记者看到 这么多年过去 凉水河沿岸的绿化景观 以及被装饰一新的污水口依然在 曾经发臭的凉水河也仍旧臭气熏天 你花多少钱 水如果要是好了 那就说你的钱花到位了 花对了 花直了 如果你水没好 你其他东西你再好 那都没有用 这是张翔去年在清河调查排污情况时拍摄的照片 他们还发现 花了数亿元改造的景观工程 仅仅五年多的时间 居然有些水泥栏杆都露出了生锈的钢筋 水泥块用手一摆就摆掉了 对吧 那我们说这叫什么 这就是一个东风扎工程 水泥部门申请的钱呀 他们老是就是要把那个河道建的两岸建的很漂亮 把小桥修的很有风味 就是很漂亮 但那我觉得都是花架子 要真的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是河堤是不应该硬化的 而你更重要的是建污水处理厂把这个污水给它截流了 然后呢送到污水处理厂给它处理 这才是应该做的 我们来看看发达国家的置物经验 全长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莱茵河流经瑞士 德国等九个欧洲国家 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欧洲大规模的战后重建 导致大量工业和生活废水排进河里 上世纪七十年代 莱茵河鱼类完全消失 1963年包括德国在内的莱茵河流域各国 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 并拟定了相应法例 不准将未经处理的工业和生活用水直接排放 就连冰河建筑物上的雨水也必须经过处理后才准排入水体 违反规定将被除五十万欧元以上的罚金 保护委员会还实行责任到户 不同的工作组分别负责水质监视检测 恢复重建莱茵河流域生态系统 以及监控污染源等工作 如今莱茵河已经恢复到二战前的生物多样性水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江文来认为 河道污染治理不仅要学习国际上好的经验 更要建立和执行最严格的水质保护制度和考核监督机制 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种观念 这种观念还是重经济 清环保这种观念还是在起作 城市水系就像是身体的血脉 是一个城市保持生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显然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 水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善待 作为一个人口超过两千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 北京市的环境负荷量在逐年的增加 这的确是给北京的污水处理能力 形成了严峻的考验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北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 也确实是欠账太多 各地普遍存在着重GDP 而忽视环境保护的情况 先污染 后治理 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 其付出的惨重代价早就是有目共睹 我们的家园只有一个 评价一级政府的作为 应该不仅仅是看创造了多少价值 还应该看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怎样的努力 希望我们的天更蓝 水更清 生活更幸福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